開一門課是跟YouTube有關的 YouTube在公務上面應用 所以我教裡面怎麼樣轉檔 比如說你有很多檔 第一個你要先從YouTube下面下載很多影片 批示下載 第一個 然後那我教 第二個的話 怎麼樣轉換到手機 隨時你要看什麼樣的影片 因為有的時候你那個流量 即便你是吃到飽 但是也是會列格 所以最好下載之後放在手機裡面 要看的時候直接打開來就好了 就不會無聊 馬上可以看耳機一帶 就可以看到你要看的東西了 那怎麼做 我特別注意 第一個怎麼樣把電腦裡面的音樂 或者是影片傳送到手機播放 這一點的話特別注意 你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就是你可以用USB插上去 那第二個的話你可以透過Wi-Fi 第三個的話 當然你還是要藉由像那個檔案總管這樣的工具 所以剛剛有講到這個部分 那第二個的話 這個我想CD這個可能要做一些轉檔 跟前面一樣 CD怎麼轉成MP3 不過現在好像越來越少人用那個CD的 我建議就是說 你乾脆從YouTube裡面下載就好了 那有YouTube上面有一個對應的工具 叫什麼4K Video Downloader 有這樣的工具 它可以自動幫你把YouTube上面的音樂 比如說那個你知道MP3 它幫你下載 只要你找到那個歌手的音樂 然後它的本來是MP4的 它會下載自動變MP3 那下載之後的話 你再把它傳到手機 那你就不是有一個音樂了 所以YouTube也算是一個MP3的大本營 你不用去特別找網路上有 而且這還是基本上這個應該如果你不要商業行為的話 應該算是也沒有合法 沒有那種非法的問題的 因為這個軟體是現有的 東西是YouTube提供的 你只是去使用 你不要說你下載之後拿去賣 當然就會有問題 另外的話呢 還有什麼缺歌詞 沒有Fu對不對 其實有什麼天天動聽有沒有 或者是一些相關的很厲害喔 你那個音樂一出來 它歌詞也會幫你秀出來 很厲害 像我之前聽那個小瑋莉莎 小瑋莉莎是葡萄牙文 那我根本聽不懂它裡面在唱什麼對不對 還有一個好像天天動聽之類的 你可以找一下音樂的APP 很厲害 它甚至幫你翻譯成中文 就是那個葡萄牙文裡面到底在唱什麼 突然秀出來還蠻有趣的 所以你們可以找相關的APP 像什麼天天動聽 我想各位應該有聽過類似的這種APP 然後缺封面這個網路上也可以幫你download 好像天天動聽裡面也有類似的功能 那瀏覽 這個瀏覽部分的話就檔案總管 比如說你手機裡面放了什麼音樂 其實也可以透過檔案總管去看 另外的話播放部分 比如說人家給你了 那你也放進去了 可是一個問題 不能播那就麻煩了 所以特別注意 第一個你的格式要對 所以如果沒有格式不對的話 請你轉檔 轉檔的話可能需要轉檔軟體 這個在其他的課程裡 或者在我那個部落格裡面有特別提到 那這個地方如果說 第二個是如果說你要播放 要用對的APP的話 我這邊推薦給各位 有一個如果你要播放音樂 因為我試了很多個 後來最後留下一個 那個叫MX MX MX Flare 好這一個 以後的話如果說你要 幾乎我覺得他蠻好用的 90%以上的影片跟聲音 通通都可以播放 而且播的還蠻流暢的 OK看一下 MXFlare 然後執行一下 OK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邊的話就會出現 奇怪 有點比較慢 它已經出來 那特別注意就是說 你裝的時候 記得就裝這個 那它的好處就是說 它除了說可以播之外 也可以配合檔案 剛剛那個檔案瀏覽器 檔案瀏覽器打開之後 比如說那個影片 你可以看到影片 把它點開來 它就會問你說用哪一個來播 那你就用這個播 這第一招 第二招呢 其實MXFlare裡面 也有內建的什麼 有點像檔案瀏覽器的功能 也就是你打開 它會自動幫你列出來 你的手機裡面 只要有影片的 它都會通通幫你列出來 OK 那這個是第一個 這個用播放多媒體的部分 我蠻建議是這個 當然還有其他的播放軟體 不過這個目前用起來 應該是最順暢的 而且它是免費的 那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說你實在是播的時候 還是有一些影片沒有辦法打開的話 那其他好像還有什麼解碼包啦 不過我目前好像還沒有刻意去裝這個解碼包 應該大部分都可以都可以打開 應該沒有問題 就是這個MXFlare 那其他的話 我想其他有這個之後 以前本來是會用這個其他的播放器啦 不過現在幾乎就只有裝這個MXFlare 就OK了 其他的話我看一下還有什麼需要注意的 手機上聽廣播 也有一些相關的APP 所以你可以找一下 打一個廣播 它會有這個APP跳出來 但是手機上聽廣播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的耳機一定要插上去 如果你沒有插耳機 你也是不能聽廣播 所以前提 後來我發現 這個功能要插耳機 我要隨時戴耳機 好像也不是說特別好用 所以就很少在用 再來的話呢 如何將手機平板的畫面 投影到大螢幕 那所謂的大螢幕 一般就是家裡的那個大電視 或者是單槍 有沒有 那目前用的最多的應該指的是什麼 指的用的是一個叫HDMI 各位應該有知道這個HDMI的這一個介面 HDMI 這個HDMI 那一般 不過你們要特別注意 像現在有一些比較便宜的手機 它都把這個HDMI的功能給刪掉了 所以你要看一下 你的手機旁邊有沒有HDMI的一個小孔 或者買的時候 有沒有這個HDMI的介面 那如果有的話 它還分成三種Size 一種是最小的 叫Marco Marco的一個一個 那第二的是Mini的 最大的就是你電視後面的 那你就買一條線怎麼樣 手機的 對電視的 那就可以把它連起來 像我家裡有買一條大概一百多塊吧 你就把它插上去一接 然後再切到那個HDMI模式 就可以看到畫面了 那這個是屬於有線的投影方式 但是如果說你現在新的手機都有一個叫無線的HDMI 不過那個東西可能要藉由一個電視棒 那必須要買一個電視棒 大概一千多塊 再插到電視後面的話 你的手機的任何畫面 就可以隨時投影過去了 那個東西的話額外要花錢 這個我覺得費用比較便宜 而且它的好處就是 就花一個大概一百多塊吧 像我有時候出國啦 或者出去旅遊的時候 也會帶一個這樣的線 為什麼因為出去 有時候出國你看到像什麼 日本韓國 它是說是他們的節目 那你打開什麼都看不懂 那怎麼辦呢 就要娛樂嘛 娛樂怎麼辦 就那條線 加個手機有沒有 一插上去 你就會有網路 你就會看國內的新聞 看國內的一些相關的 所有的節目都有 而且像我的手機裡面 都會裝一個就是叫做 這個什麼 這邊有一個軟體吧 這軟體的話就是 娛樂方面的 像什麼 九一看電視這個 這個九一看電視 或者什麼 PPTV這個 還蠻強的 九一看電視這個 它主要用途就是說 把國內所有的電 有線電視通通都連結到網路 那我只要打開就打開 我手機就可以看所有 所有 Cable台的 所有頻道 不用錢 不用錢 不過前提是網路要夠順 網路如果不順 有時候會卡卡的 會有點Lag 要Lag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這個東西 這個還有一點線就是 它不是每一台都非常順 如果非常順的話 家裡有第四台 可以把它退掉了 直接拿這來看就好了 另外的話還有什麼 PPTV 這個我想你們找一下 PPTV也有 這個可以看什麼 哇 很多那個電影 都看連續劇 都連續劇非常多 隨時一直看 都不用花錢的 類似像這種娛樂 所以如果有這種娛樂的相關APP 我相信你到哪裡都不用怕會無聊了 因為所有的有線電視頻道 透過網路就可以看到 另外的話就是說 一些相關的電視 還有電影 有時候最新的電影 在PPTV裡面也可以看得到 另外像MS Player 有沒有 OK 這幾個都非常的好用 那 應該都可以搜尋的到 你們可以看一下 九一看電視 不過印象中九一看電視 不知道能不能找到 因為這也是對岸的善心人士做的 那還有其他的像 這邊我也還有一個 一個小APP 這叫什麼 TuneMatch 這個TuneMatch做什麼用呢 這個TuneMatch的用途 主要就是說 一般我們抓YouTube上面的影片 都要打開電腦再抓 可是你手機上 假如說你今天在家裡有WiFi 你想要先把它抓下來 出去的時候再打開的話 你可以裝這個 叫做TuneMatch 這個TuneMatch就是 手機你先連接到 那個YouTube的影片 有個綠色的鍵頭按下去 它就幫你下載到手機裡面了 以後一出去就不用WiFi 也可以看到那個影片 所以這個TuneMatch有時候我會下載到一些影片 所以它好像這個TuneMatch是必須額外去抓的 那額外怎麼抓 你可能要去Google上面打上叫做TuneMatch 它就會出現把這個關鍵字打在這個Google的搜尋列裡面 找到之後它會有個下載 可能要從它的官方網站去下載 而不是從Google Play商店裡面下載 這個地方的話特別說明一下 或者你們找找看 會不會現在在那個Play商店裡面也有 印象中好像是找不到 我試一下好了 這邊的話你可以打一個Tune 就YouTube的後面那個TuneMatch TuneM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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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耶 這個叫TuneMatch 這個沒有 所以它好像沒有在這裡面 那如果說你要找 你可以在你的手機裡面 我建議是你在手機裡面 直接去搜尋 手機裡面有一個搜尋功能 你可以搜尋關鍵字叫TuneMatch TuneMatch的第一個這個地方就是了 TuneMatch YouTube Downloader這個 然後你這個 假設你的手機畫面 你的手機畫面裡面 那你就怎樣 手機畫面裡面呢 你就看到把它點下去 然後它裡面的話就會有個下載 你就直接下載到你的手機裡面 然後呢 並且就把它下載完之後 它會提示說要不要打開 那你就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呢 就可以裝在你的手機裡面 可以看到這個啦 不過還有一個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說你下載 因為它不是從Play商店裡面 直接安裝的 所以請注意一下 你的安裝的時候設定裡面 你要先檢查一下 你要先檢查一下 在安全性裡面 你的那個設定裡面的安全性 可能要把一個地方先打勾一下 這個 就是不明來源的 這個一定要打開 在安全 我的手機是安全性啦 可是有些手機 可能放在應用程式裡面 那名稱的話叫做不明來源 或者叫做未知來源 也有可能啦 因為每一隻手機翻譯呢 有些時候會有不太一樣的地方 那這個時候呢 你才可以安裝 非Google Play商店裡面的 你把它下載之後的話 再把它裝 裝起來之後的話 就會有這一個 叫做Tumate的一個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尤其是你出門在外 有時候你當然不希望說麻煩 從手機 從電腦裝完它再轉過來 如果你要想要直接從手機裡面 去下載那個YouTube的影片的話 可以用這一個 這裡的話我想提供給各位參考一下 這邊的話有幾個比較重要的 有關影音娛樂相關的 這個疑難的相關問題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